Moto Tomo 本身是一個電子優惠券和商戶的平台 我們利用了金融科技能夠做到以職效為先的電子禮券的兌換 我們整個平台的目標是減化整個流程 讓銷售人員本來要做同樣的事情 第一要預先買一批優惠券 而在發送和處理兌換的過程中也很麻煩 所以我們這個平台是希望能夠令到他們減省整件事 更加能夠專注於他們原本想和客戶溝通 去取得他們的資訊各方面 沒錯 其實在我們開始做這間公司之前 其實我們都知道電子優惠券這個市場是很大的 大家都一定會收過一些電子優惠券 但我們發現其實真的有些痛點是在市場上 是真的長期發生的 舉個例 譬如說 當銷售人員去做一個活動的時候 他要花很長時間去和每一個商戶去談 去來來往往 去簽文件 又或者可能他要預先去支付一大筆的費用 在這方面其實我們的平台就能夠很輕易幫他解決到 因為他在我們的平台上 可以像一個一站式的管理一樣 去找到他們需要的商戶 亦都因為我們用了金融科技 所以我們不需要他預先去付一大筆錢 這是第一步 另外就是當優惠券發送給客戶的時候 其實以往那些輸送人員 其實可以說已經沒有其他事可以做了 他們沒有任何的資訊能夠拿回 但在我們的平台裏面 他是不單能夠知道 其實他的客戶是兌換了沒有 甚至他什麼時候在哪裡兌換了什麼 他都可以知道 對他來說 會幫助他了解他的客戶 他知道在下次再做類似的活動的時候 可能有更好的選擇 我想我們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團隊 第二創新 第三是堅持 團隊是為什麼呢 其實創業不是一個人的事 有個團隊一起去行這件事 相信一個團隊拍檔 第二就是堅持 想做這件事要怎樣做得好 第三就是創新 為什麼要創業呢 這件事就發生在我的拍檔真相 我們在數碼港搭電梯 遇過兩次同一個機構投資者 遇過兩次打招呼 我們就談到公司做什麼 說要做Fintech 我正在做這個業務 這個業務挺有趣 挺大 挺好玩 可不可以具體來分享一下 我們都在這個過程裏 就做了一個 Elevator Pitch 所以我覺得Elevator Pitch 是要練的 因為機會的可能隨時會出現 其實我們正在做一個平台的生意 做一個平台尤其是做一個禮券兌換 背後又會有些金融科技 有些錢的付款 所以其實平台的穩定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平台 就是用Microsoft的Cloud的平台 這個平台我們能夠很輕鬆地 譬如說當我們那個流量增加 或者我們的客戶多了 就能夠很容易地增加資源下去 這個其一 其二就是 剛才我都說過 其實我們那個優惠券 其實不只是做兌換那麼簡單 我們背後的目標 是希望能夠用到一些AI 去幫助我們的客戶 更加好好地了解他們自己的客戶 他們的end user 在這方面我們就會用了 Microsoft Azure本身有一些機械學習 或者一些AI的功能 所以能夠將整合到那些不同的資料 去做一個分析 令到我們的客戶 能夠更加了解整件事的運作 或者他們的客戶的需要 或者選擇各方面 能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